太阳又升起来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还以为昨天晚上我两眼一黑就死翘翘了 可今天早上我又看见了太阳了 公鸡没有生殖器官 它是怎么让母鸡受孕的呢 为什么有些鸡不需要交配也能产弹 点个赞 咱们展开来说说 很多人都是从鸡关上来分鸡的公鸡 却从未见过公鸡有什么明显的生殖器官 但有养过鸡的伙伴 肯定见过母鸡和公鸡打架 公鸡一般会主动进攻 然后追着母鸡跑 最后直接骑在母鸡身上 为了更加贴合 公鸡会用尾巴挡住这个过程 而事后你可能也注意到了 公鸡是没有外生殖器的 其实不止你发现了 科学家们也发现了 并且曾探究过公鸡的丁丁 是变短了 还是消失了 原来公鸡本身也是有生殖器 但是公鸡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导致发育过程中生殖节节发生细胞凋亡 它们的生殖器并没有持续发育 最终也就没有丁丁了 那么变成太监的公鸡 又是怎么让母鸡受孕的呢 其实公鸡的所有排泄物 都会从泄质腔中流通 每当你看到公鸡跳到母鸡的背上 死死咬住母鸡的脖子 它可不是在欺凌母鸡 而是忙着播种 而母鸡之所以会自己产蛋 也是是一种排卵的行为 就像女生会来姨妈是一个道理 而这种鸡蛋不属于受精卵 所以不能孵出小鸡 但却可以被我们拿来煮鸡蛋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点赞三连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积极留言评论